中央社台北二日电在中国大陆有自媒体女王之称的咪蒙,近日因一篇热门网文被指造假且 遭人民日报点名批评,昨天发出道歉信,表示其微博将永久关停,微信公众号停止更新两个月 1月29日,一篇名为一个出身寒门的高考状元之死的文章在微信热传 这篇文章首发于微信公号才华有限青年,是咪蒙公号下的团队 文章内容以一名出身寒门的青年遭遇,反映职场阴暗面 城乡隔阂,阶级固化,疾病与死亡等社会热门议题 这名青年努力节俭,工作后去做驾帐,去卖保健品,再仍被厄运击倒,最后因胃癌去世 不少读者深受感动并有共鸣 不过,文章发表不到一天,却被网友指出细节存在许多矛盾,认为作者为了商业利益不惜造假,该篇文章也在网上被删除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侠客岛1月30日就表示 咪蒙在贩卖焦虑,是一种情感欺诈 多家媒体也提出批评 咪蒙团队首先不认错,强调文章为非虚构 昨天却在微信和微博发出了道歉信,只针对咪蒙团队在网上引发的负面影响,我们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省 即日起,咪蒙微信公众号停更两个月,咪蒙微博永久关停 道歉信说,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,我们应该 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,传递更正能量的价值观 再次向大家表示真诚的歉意 不过,人民日报的微博仍提出批评,直道歉信必实就虚,必重就轻,暴露出一贯的擦边球思维 中国的自媒体发达,有些甚至企业化经营,以文章阅读量达到10万 为基本目标,在与收费机制或广告行销结合,成为一,生意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,咪蒙拥有7家关联企业和一家影视公司,一篇 业配文章巨性可以卖到人民币50万元,新台币225万元 自媒体内容为了吸睛,有些会在内容的真实性,政治性等方面打擦 边球,而部分文章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又强,当局对此早已警觉 去年10月20日官方曾针对自媒体展开专案整治行 动,不到一个月就查封了近1万个自媒体账号 编辑,张书010800202